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温世明 你好 大家好 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传千乡下 上证组合指数跌10点到3203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54点到11895点 沪深300跌14点到4134点 藏乙班指数跌1点到2592点 行指方面今天收到21927点 升242点 国企指数升116点 报7513点 大市成交由1251亿 西明 你看到今天蓝筹股里面 升得比较多的都是一些跌得比较残的股份 好像一些压力健康 海底low 吉利等等 但是目前来说 其实看到ATMJ暂时都可以支持大市 今天和明天四大内银都会出业绩 估计可否接棒撑回自己的大市 真是要看看旧经济股能否升上去 因为近期整个市场最多弹到上去 去到2万2左右的关口 其实都已经升得七七八八 除了说你说由2万5开始 这一轮的跌浪已经叫做弹了0.618左右的水平之外 业绩上方面 亦都没有说真的每个都叫做有很大的惊喜 除了你说美团 真是叫做可能你说 在外买餐饮业务方面做得比较好之外 其他的科网股的表现就比较参差一点 你说见到可能你说 基本上一些叫做科网股 或者说一些生物医药 其实这几天都仍然处于上落市的格局 所以就变了你说旧经济股 现在来的走势是怎样呢 好处于决定到 你说指数可否突破到2万2这个水平 今天来说行指收市表现都算不错 你说起码都捉住个day high来收市 你说去到2万1千9左右 距离2万2的关口就不远了 所以就等了一些业绩出来的时候 看下表现如何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和乌克兰今天在土耳其 亦都会开会的 所以亦都是一个会谈来的 就是面对面的会谈 所以你说比较重要一点 都会是外围的局势 如果你说真的舒缓了的话 有条件你说可能支撑整个股市的气氛向上的话 都同样地可以帮助到指数 或者整个大市向上回 但是你说这一轮整体平均每日成交 都是1,300-1,400亿左右 今天来说更少一点 其实都是1,200亿左右 所以就未算真的叫做成功有个突破 指数上方面都是出现的横行的格局 就是说你说这一轮市况 都是捉住条20天线的水平 你说大概2万1千2,211左右 做了个底 然后向上的话 就开始你说上到2万2以下 就会见到少许少阻力 所以就变成了 能不能突破这个格局 看几样东西 那些金融股的业绩 还有说你说外围方面 就是说你说俄乌的局势 今晚看看有没有一些改善的情况 然后再决定 未来的市况 是不是真的可以出现到一个 向上突破的状况 好啊 先和Samuel讲一下内房 因为其实先后都有几个内房 包括恒大、佳兆业等等 其实都预告未来 不可以在3月底出2021年的年度业绩 当中也都包括中国奥园 他们先后预告4月1日起就会停牌 最新的融创也都说 可能没有办法去刊丁去年的业绩 今天跌了1成7 亦遇过4月1日起也会停牌 今天率先跌下来 但是刚才有些家庭观众 会不会说内房会出现一个停牌潮 机会都大 主要都是说一来 可能他们都会赖疫情的关系 可能你说在个審计自己的财务报表上面 可能要浪费多些少的功夫 还有说在债务被人召唤的问题 都有机会影响到他们可能在资源上方面 其实根本都没有空去搞财报 所以4月1日之前 不能够公布的话 基本上全部都要停牌 但是大家关注的 就不是停牌的问题 就是他们会不会出现债务违约的状况 比如说融创为例 基本上他们近期有些债务 是叫做被人直接用熟回的方法 就召唤一路以来遗留下来 还是要欠钱的一些利息支付金 还有说起码要还回八成的本金 但是你说现在暂时融创 都仍是和债权人丢近这件事 所以就变了在消息面上 目前他们除了可能今星期尾 就是说4月1日的时候 停牌的机会比较大之外 也有机会他们可能在现金流方面 有机会不够的情况 都出现了 恒大一早在大半个月之前 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一早整个系 之前都已经叫停牌 现在参考一下要买的股份 或者要买的板块 刚才菲奇也提过 近期弹得比较多些 都是之前一些跌得比较低残 或者说缩得比较厉的股份 但是在相比之下 其实要博都真的叫做不要选 你说内房股就博了 因为现在除了在股值上有个下调之外 他们在实际的经营状况方面 的确出现了困难 你说科网股 虽然他们的股值叫做比较高些 或者说盈利方面 可能出现个放缓的情况 但是人家起码都未至于 可能被债权人call loan 或者说可能有些债务为余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了这一轮市况 如果你说博了一些内房股的话 可能就随时跟不上大市的升幅 或者甚至乎有机会 或者买完之后要倒数一些钱出来 都不出奇 所以就变成了内房的 你说现在暂时整个板块上面 或者在走势上面 都仍是叫做偏差一点 无论说内房股 还是说物管股 表现都已经是弱一点 比如好像高杠杆那些的融创 或者说富力 之前一早都出了一些刑警的消息 所以就变成了要博的话 即是说这一轮市况 你说想博反弹的 尽量就不要在这一段时间 入手住 即使你说要买的话 都可能要等到 你说真的稳健一点的内房 都出现超跌的状况 才叫做有机会见底 比如说中海外或者说1109 近这一轮时间 都算是处于横向的格局 但是你说暂时它们就未出现过超跌的状况 比如说688为例 有机会可能等到它回到下去 补回上次大升那天 3月16日的时候 那个上升利口 下回到21.74 或者7.5左右的水平 才叫属于整个板块 都是叫做捱沽 或者出现过超跌的状况 到时候就可能考虑一下 买回一些比较健碩的蓝筹股 但是你说其他 一直以来出现一些债务消息 可能你说有一些违约的困难 或者一些问题的 那些高杠杆的股份 尽量都不要迫着 好啊 今天其实除了内房是焦点之外 你看到小米 其实今天突然间都跌了下去 最多都跌了6% 因为有一个传言说监管层 就对当前一个科创板 创业板 涉及小米产业链的项目 都做了一个排查 涉及小米产业的IPO政策 政策受限 但是之后 中正监也做了一个澄清 就说没有这件事 所以看到其实小米的跌势 亦都存定了 最终其实都是跌2% 这次有一个IPO受限的误会的时候 中正监也解释了 其实小米是否可以趁这次网上呢 主要都是说 他们这次针对的那间公司 就可能是和他们自己相关的平台 就是和小米的平台 销售的依赖性叫做比较高一点 就是说这间未上市的公司 本身可能你说销售的合约 和其他第三方或者一些没有关联的平台 那个占比是很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靠着小米的销售平台 去卖他们自己那些货品出来的 就变了有机会 中正监可能怀疑 他们这两间公司 会不会自己可能收收了一些利益 才可能出现到销售关系 一个这么大的正向 或者一个这么大的依赖性在 所以就暂时可能叫停他们的IPO 虽然你说现在中正监 就否认这一样东西 但是你说暂时市场 就未是真的叫做信息 就是起码你说出得这些消息出来 都一定是会有相应的原因 你说很少就突然之间出现一些 没有理据的叫做传言出来 同时间你说除了这些叫做周边消息之外 他们在近期的业绩上面 都不算真的叫做太标青 就是说你说第四季来说 收入方面涨两成几 经调整的利润涨涨差不多 三成九左右 但其实比起你说上半年左右的时间 都还是叫做缩紧的 所以就变了除了第三季 本身做得比较差一点之外 其实你说拉坏 因为整体第四季的表现都不算太好 所以就变了在估值上 你现在都很难去做个修正 也都没有说出现一个超买的状况 就是说你说可能跟一些硬件类的股份 就是说你说手机设备股 或者说你说一些家电类的产品 他们的估值都是相弱的 就是挨着大概15至18倍左右的市盈率 其实跟现在的估值都算是相弱的 因为他们自己 你说可能盈利方面放慢了 就很难将他们 跟那些科网股的估值相提并论 就是说你说要拉上20倍以上的PE 都需要可能一个叫做小牛市的状况 或者说你说起码市的气氛 属于一个长期的利好 才有条件拉上去 但是刚才提过 现在指数上方面 还是处于拉鞠的格局 外围的局势 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的话 你说要将它的估值一路调升上去 其实都还是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估值上 纯粹就合理了 但是你说要拨拨它 之后那一轮的时间 是不是真的可以搞定这些监管的事件呢 那就属于一个观望的态度 就是说值不值博呢 暂时属于叫做比较中性 就是说不会有太大的下行风险 但是向上突破的话 基本上就总需要些时间 就是说要等到大市都可以突破到2万2的时候 小米才叫做有条件做股值的收服 所以你说部署方便的 有货可以继续持有 但是你说没有货的 我觉得就不需要选小米来买了 因为近期你说论升幅 或者论收益来说 都还有其他比较好的选择 比如说一些资源股 就是说油股或者煤炭股 除了股价的升幅 大幅的牌赢之外 他们自己的股息平均 都叫做有8至10厘 所以比起那些盈利 比较稳健的股份来说 小米暂时 在股值上 或者在盈利的状况上 不算有太大的直播空间 想买东西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其他股份 也谢谢Samuel 跟我们这么长进的分析 跟你申报有否持续以上提供股份 也没有持续的 好 谢谢 这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跟Samuel就聊到这里